落泪不排除请辞来负责 那么今天立法院里面呢 可以说是一整片力挺的声浪啊 要廖辽宜加油 替他打气 虽然大家送来温暖 但是呢 当初这是行政院拍板定案的政策 现在难道是让廖辽宜一个人扛下责任吗 这个行政院团队呢 怎么这么安静呢 立委帅化名就暗指说 公务员就是要像廖辽宜这个样子 勇于担责任才对 消费讯短少 廖辽宜考虑请辞下台 公党立委得知反应一面倒 第一句话 廖部长加油 我觉得不要太苛责 肯做事的人 在内阁团队里面 我觉得执行率最高的人 就是廖辽宜 最清明的人就廖辽宜 你今天让廖辽宜 蒙受这么大的委屈 那不是等一个反淘汰吗 我是觉得倒还不至于 要下台啦 那应该是想办法把钱追回来 那道个歉 然后将来做成一个我们的第一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 然后将来做成一个借境 来一个检讨的话 我想这样都可以了 立法院挺廖辽宜 送温暖外加打气 行政院团队却静悄悄 因为当初要不是交通部长毛志国 提议以选举投票所的形式来发送 廖辽宜负责发放作业 现在也不会需要一肩扛下责任 我觉得今天社会上最缺少 尤其公务员体系里面 最缺少勇于认识 廖辽宜事情 应该给他一个肯定的评价 消费军发放出了错 廖辽宜独自扛下责任 却意外得到不少掌声 专闲黄明军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